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最近几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非常多 从最早的《侠客行》、《避雪剑》等多部经典电视剧到现在的《芸汐传有匪》等等 尽管大部分的剧情都是按照小说还原,但是在一定程度之上还是有所劝缺的 毕竟小说作者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 虽然现如今特效能够将这种画面感做出来,但是有时候效果确实差一点 说起有匪这部剧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是最近的一段热播剧之一,而且在作品还没有开播之前 制作方就已经开始宣传上了 从综艺节目到颁奖晚回都能够看见主演赵丽颖和王一博一起出现 而且在颁奖晚回之上,赵丽颖作为娱乐圈中的前辈 还将好朋友或者是老戏骨介绍给了王一博 由此可见赵丽颖非常大方,喜欢服饰新人 由此可见她能够挤进一线女明星的行列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随着尤斐这部作品的播出,网友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豆瓣评分只有5.7分 连和歌线都没有达到 对此有网友评论,配音也太不贴脸了吧,滤镜也够夸张的 抠图特效呢?打新是只会转圈圈吗? 有的网友则说,王一博演了一个面摊等等的评价 可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从开播到现在 虽然网友的吐槽声不断 但她的播放量却是高达几十亿 从这点可以看出王一博和赵丽颖的人气到底有多高 除此之外,地视剧的剧情非常紧凑 也是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的观众 而且男女主凭借着这部作品又活了一把 不过呢,虽然赵丽颖在人气方面非常高 这部作品呢,也是产后付出的第一部戏 但是看过原著有斐的粉丝都知道 周斐是个年纪只有十几岁的少女 而赵丽颖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 她在现实中也是一位宝妈 所以扮起少女肯定还有一点吃力 而王一博的代表作是陈情令 她饰演蓝忘记这个角色 有网友留言说她是面摊脸 由此可见,她应该沉迷在这部作品当中没有走出来 或者她的面部表情就是这样 不过在这部作品火了之后,有个网友爆料说 王一博不是男主的最佳人选 原定的男主叫做徐凯 但是因为档节的问题 所以导演组决定让王一博饰演这个角色 虽然这则消息只是网友爆料出来的消息 但什么事情都不会空穴来风 背后的真相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呢,有些新朋友发现 赵丽颖在剧中说了一段台词 这句话正好暴露出 为什么导演会选择王一博来饰演男主 而不是选择别人 在其中一集,朱菲开始对谢允动心 但是他说 这货全身透着古怪 我却依然能够无端信任他 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呢 这句话其实看似是一句简短话 但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王一博之所以能够驾驭男一号 除了身世之外 就是这个该死的颜角了 要知道这部剧中有很多的是对脸拍的戏 戏份很多 因此对于男一号的颜值要求很高 如果剧中男一号换成颜值普通演员来扮演 那么肯定扛不住这些镜头 所以得出结论 王一博能够出演男主 除了人气和流量很高 颜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的气质和细语也非常搭 希望在今后他能够继续锻炼演技 带给我们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图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